我剛剛用比較簡單的方法去把那個就是每日外會參考匯率把它抓下來 那至於要怎麼抓這個資料 其實除了用剛剛那個範本之外 之外啦其實 我也試過非常多的方法 包含就是說新的版本 其實像Excel 2016以後的版本 他其實也有 自己的一個新的物件叫Querys物件 可是他錄下來的程式碼太複雜了 我覺得這個我實在沒辦法不知道怎麼用他 然後這個物件的話 也跟Power BI共用 裡面好像就是Power Query吧 他的原理原則也蠻好理解的 他就是 先把資料 先倒到那個一個Catch 一個快取區 然後呢 把那個資料變成一個好像有點像虛擬的資料 資料庫資料表 然後再去下一個SQL 語法 把資料再取得 那你想說 怎麼那麼麻煩 先變成一個資料庫 然後再從 那個SQL 語法再去把資料抓過來 對 我就覺得這太 跟 那跟Quitable比起來的話 哇那Quitable就直接抓過來就好了 OK Quitable其實也已經 出現的時間蠻久遠的啦 我是覺得目前用起來好像也OK 讓你新的東西沒有比較好用的話 那當然呢 我也 不見得一定會 採用啦 因為畢竟新的版本有時候說真的啦 出來不見得 比較好用 其實 還蠻多案例的 有沒有 新版 沒有比較好用的 有沒有 大家好像還是 比較還是喜歡用舊版的 像那個 Windows 11出來 大家也覺得 怎麼 但是你 最後 為什麼大家 一定還是要用 因為你也找不到舊的 然後舊的他也不更新的 所以你也沒辦法用舊版了 OK 那勢必就是被 被迫升級啦 這個沒有辦法的事情 也一樣會遇到 在其他地方上面 所以 當然你們也可以用那個其他物件 像我這個地方 Quitable的物件 也一樣可以用錄製聚集出現 絕對不會有問題 只是說 我做完之後我發現 太麻煩了吧 OK而且不好用 另外我發現效率很差 那到底有什麼優點 就是沒有 所以 只是我把那個 我錄下來 提供在這邊給你看 至於你要不要去 做這件事情 那你可以自己 再去取捨看看 因為我覺得 我也一直在想說 到底有沒有別的優點 目前看起來 實在是也沒什麼太大的優點 所以就跳過 其他當然還有可以用什麼 XML的 HDD物件下載 但是跟各位講 這物件太複雜了 可能除非真的沒有 比較好的方法 不然的話 我暫時 還是不會用他 後面其實 像那個什麼 就是 傑森物件 傑森的話會用到 像 XML就用到 不過 前面 CSV我覺得用 CREETABLE就夠了 那就 這個也許 就先不 不這樣用 但我有把程式碼放這邊 如果你有興趣的同學 你也可以自己 穿穿看 然後呢 我們把資料抓下來之後 接下來的話 就是要畫圖了 但是畫圖之前 會遇到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就是我把 比如說我要畫美元摺線圖好了 那你可以發現 把A欄跟B欄也選起來 那以前我其實畫圖還蠻簡單的 就很簡單嘛 有時間 然後有什麼 有匯率 時間 匯率 用摺線圖就好了啊 可是你會發現 插入這個什麼 摺線圖的時候 我用那個 還有資料標記 畫出來 奇怪為什麼變這樣 問題出在哪裡 應該看得出來吧 你會發現 原因在 底下這邊 有沒有 應該是要給我日期啊 你為什麼給我 13579這種數字 原因很簡單 因為 他這個日期 有沒有看到 你看得懂的日期吧 但是我跟 跟各位講 以色列我看不懂啦 以色列這什麼東西啊 一串 怪怪的東西 好像一串數字 我沒辦法理解 他不是 他不會 把它當成日期 所以呢 自然而然 就沒有辦法幫你把它 折線圖畫出來 所以第一個問題 就要解決什麼 解決日期的問題 那 日期的問題 怎麼解決 比較簡單 當然 如果你用那個 圖法鏈 剛用Excel的公式 就是 只要 這邊插入一個什麼 插入一欄 然後呢 你把什麼 把前四個字 當然你這邊最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用那個 日期時間函數裡面的那個 Date函數 有沒有 Date 然後就給他year 就前四個字 給他month 就是中間這兩個字 給他date 格式化之後呢 就會是標準日期了 OK 這方法一啦 方法二也很簡單 加斜線就可以 把它當文字 可不可以 也可以 Excel也接受 就是你加個斜線就OK了 但是啦 如果你用那個Excel裡面的函數 有個缺點 就是你做完之後還要貼過去 選擇性貼上蓋過去 這個感覺好像變 那變成 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說 我們基本上已經 程式化了 那你變成你這邊 就要變成工化 那你每下載一次 你重新壓在自己 選擇性貼上 再貼一次 那感覺好像有點是 你事情做一半而已 所以如果說 你要 全套通通都 把它變成 VBA的話 那當然勢必 我們就不能用函數 我們假設不用函數的話 那怎麼辦 其實很簡單嘛 你就寫一個程式 就解決了 這個程式的話 接下來的話 我們要修正這個日期 所以也許我們就寫一個 我自己想到了 反正這個應該程式 不難 其實只是 需要做一件事情就可以了 就是把這一串 日期的中間加斜線 那加到哪裡比較簡單呢 當然加年 四個字 月 兩個字 有沒有 然後再日 所以我們也許 可以寫一個叫 修正日期好了 那我們就寫一個sub好了 寫完之後也許直接 就把它放在哪裡 放在這個下面不就好了 那就是下載完之後 自動就修正了 那修正的方法很簡單嘛 就反正跑個回圈就好了 所以回圈的話呢 就是 for i 等於 第幾列呢 第2列 從這個第2列 一直到到底 所以到底的話呢 for i 等於 2到 到底我建議是用追蹤的 所以我們就 Range 然後 A 從 A1好了 A1向下追蹤 點end 然後追蹤就向下 XL Down 點弱 意思就是 幫我追一下 到最下面 反正不管 因為 它這個資料會更新 所以呢 你如果沒有 向下追蹤的話 寫固定的 下一次就不准了 因為下一次 它日期又增加 你又固定在那 那底下就沒有修正到 所以會按錯 那Enter兩下打個NAS 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是把 原來的資料 寫在前面 所以原來的資料 我們就是 Sales 哪一列呢 第i列的A欄 那我就是 等於後面的話呢 就是修正 所以修正的話 是 我要的是 前四個字加斜線 所以把這個資料的前四個字 Lapt Lapt 這個儲存格裡面的前四個字 所以斗點四 然後呢 我就是 and 串接嘛 然後一個斜線好了 我們用斜線比較簡單 當然你也可以用date啦 不過我覺得 用斜線感覺比較好搞定 然後and 再來的話呢 就是在這兩個字 這兩個字應該用mid 所以呢 我們用and 然後mid 然後把這個儲存格 一樣在丟到 這個mid 去取得 第幾個字呢 年的下一個字嘛 第五個字 要幾個字 兩個字 有沒有 月的話就是 第五跟第六嘛 OK 就兩個字 OK 然後在 在後面的話呢 再and 在這個就月嘛 然後and什麼呢 and 再一個斜線 後面的話呢 就串什麼 串尾巴兩個字 尾巴兩個字 應該 用right好了 然後hht 尾巴的 兩個字 就right 那把那個 我們sales這個儲存格一樣 再把它丟給他 0.2就可以了 這樣的話呢 就串完了 所以前四個字 加中間兩個字 再加那個 尾巴兩個字 中間其實關鍵的地方就是 and斜線 OK 有沒有 串一個斜線 然後串一個斜線 最後的話 當然我們來試看 如果OK的話呢 那 這一個就完成了 and一個8 先試一下 看一下 有沒有結果 對不對 看起來應該似乎是對的 有沒有 那你說老師 為什麼那個0不見的 因為他把它當數字看待 所以直接 沒有那個0 6那個 就是直接丟一個6 就是直接幫你把 文字 轉換成數字 那底下都一樣 所以全部跑完 OK 看一下 應該都沒有問題 好 那最後的話 我們當然 如果修正完畢之後 我們再跑一下 插入那個 剛剛的這個 有沒有發現 含有資料標記的 折線圖 馬上跑出來的結果 有沒有 跟剛剛完全不一樣 最近6月1號 然後 美元的話一直跑跑跑跑上來 下來一下就上去了 OK 所以呢 目前看起來有一個 那我們的想法是這樣 我希望 可以幫我把這個圖 直接先放在這個旁邊這裡 先放一個 OK 然後呢 再怎麼樣 再跑第二個 第二個的話就 人民幣好了 然後再來就是 可能日元啊 等等的 反正一個一個幫我把它 總共看幾欄 好像11欄吧 所以我希望有11張圖 幫我列舉在這個底下 看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請各位先試一下 所以我剛剛寫了一個修正 日期的程式 那程式部分的話 基本上不難 OK 試一下 就是修正日期 然後關鍵的地方應該就是中間 我串了一個斜線在這邊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如果可以的話自己寫 如果不行的話 應該在雲端白板上面也有 在雲端白板上面的第 第五頁的地方 OK 不見得一定要照我的方法寫 你如果覺得 老師我覺得 好像哪個地方可以在精簡 沒關係 你寫 反正最後 中間只要有斜線 讓它可以變成 正規的日期 格式就OK了 試一下